原來一個凌晨機是一個慘痛的經歷 我坐完那次凌晨機之後 就自此都不夠膽再坐凌晨機了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朝日遊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又是我下台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日本遇到的事情 全部都是親身經歷來的 我發現這個系列其實也挺多人是有興趣聽的 今天要分享些什麼呢 就是想跟大家說一下坐凌晨機會發生的事情 很多人去旅行都相信會選擇坐凌晨機 一來可以玩到盡 二來也可以多了很多時間去觀光不同的地方 但是對於我來說 我就因為凌晨機發生了一件慘痛的經歷 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那次其實就是要去東京工作 大概是5天4夜 那天我就選擇坐一個凌晨機 大概是1點出發 去羽田機場的班次 去東京的話就大概 我記憶好機座是4個多小時 那就是12點多 1點上機去到當地的時間 就應該是6點多就會去到羽田機場 過一天在家吃完晚餐 乘巴士出機場 出到機場其實大概1點左右 之後就check in 上機 我其實都懷著一個很興奮的心情 去坐這個凌晨機 其實那次是第一次坐凌晨機 那我就打算 哇 黑了很多時間 去到工作會有很多時間 可以多做很多東西 誰知道我那晚是整晚在飛機上都睡不到 其實那班機都關掉了燈 大部分人都睡了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是完全睡不到 整個狀態就很辛苦了 因為你很硬睡 但睡不到 就算我靠下椅子都睡不到 就唯有塞著耳聽音樂 盡量讓自己睡 或者閉夢養神 結果下機的時候 其實我整個過程都是沒有睡到 下機之後 去吃早餐在機場 吃了少許東西之後 就坐車在魚田機場出去 去東京車站 在那個過程呢 我就發現到 我自己呢 開始的身體很不舒服 開始是想吐啊 直接是沒有精神 那我很需要睡覺 但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凌晨機你去到6點 當你弄得完所有的東西 出了機場 其實都要7點了 但是呢 你check in的 你預訂了那間酒店 check in的時間呢 是大概3點 我是預訂了 新松車站都很方便 旁邊一間酒店 就要3點才check in 7點出機場 去到3點 其實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唯有就繼續工作啦 去東京車站呢 等某一間店鋪開門 去買東西 這樣的 期間呢 其實由等他開門呢 大概是10點才開門 那我大概8、9點就去到 但是這個期間呢 其實真的很辛苦 那一刻呢 我就感覺到呢 是非常顏份啦 即是你已經沒有 在去逛商場 或者去吃東西 看到很漂亮的東西吃 甚至乎看到很想買的東西 你都是沒有了心情的了 我其實呢 其實是2點呢 已經去酒店坐在地下 等他check in的 3點呢 就立即衝上房 睡覺 其實不是也是睡了覺 即是浪費了一些時間 所以其實坐凌晨機呢 是值得不值得呢 我就覺得這件事是見人見知 或者是看回個人的體質的 這件事呢 其實是未完結的 再睡醒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當晚大概8點左右 幸好我在東京啦 因為東京其實很多東西都會很晚才生 出去吃東西 或者去車站附近的電器店 兜了一圈 我吃飯的時候 我就開始發現很不對勁 吃完飯呢 就開始想吐啦 很頭暈 那我就知道自己呢 應該是因為前一晚 不夠睡啊 或者一些原因 病了 當晚呢 我真的有吃藥啦 之後呢 就睡了一個覺啦 第二天早起床呢 我又想遇上 但是呢 第二天早起床 繼續都是頭暈 結果呢 在整個5天4夜的trip裡面呢 我們頭三天呢 都不夠膽離開 酒店太遠 我很頭暈 我怕隨時都會暈 我怕隨時都會想吐 很不舒服 那我就只能夠呢 縮窄自己的範圍呢 在這個增速車站附近呢 去做事 一做完一做 就馬上回去睡啦 吃東西啦 那我連吃東西呢 都基本上呢 不夠膽在這個餐廳裡吃 我只能夠呢 在便利店賣一些丁丁的東西 或者賣一些粥呢 一包包一袋袋的粥呢 那個水壺那裡放進去呢 整熱它再倒出來吃 只可以躺在那裏 躺在那裏 即是儘量吃完日就休息 吃完日就休息 結果頭三天呢 就是這樣倒過了 去到差不多最後二個天呢 我開始才發現自己呢 是痊癒了 即是起碼你吃東西呢 不會想吐啦 不會逛逛 突然間會頭暈啦 終於呢 是可以正常地逛街了 整件事的經過呢 是很慘的 基本上我五天四夜頭三天呢 三天兩夜都是浪費了 就是因為我搭這個凌晨機 因為自己體質不好 又睡不到覺 導致因為可能抗力藥 就病了 結果就是只能夠睡在酒店 到三天兩夜 你說是不是多不值呢 這件事 好了到最後那一天呢 我喜歡精神一點 我去了下斑站的逛街 當天逛街一天呢 買到一些東西 戰利品呢 之後呢就變得很趕 之後第二天呢又要去機場呢 就回香港 完全是享受不到整個 這個旅程 因為你去日本 你可以遇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吃到很多不同的食物 那其實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那或者你去旅行啊 你都會覺得很開心 對不對 但是遇到好像這件事 頭三天的穩穩地 我甚至乎有想過 我需不需要去醫院 看醫生 各樣的 其實呢一個人在外地呢 突然病了 其實是有一點點徬徨 那結局呢就是 整個過程基本上就是浪費了 就是五天四夜 只有一天呢 是可以正常運作 整個身體 其實都不要說是不幸運 都是幸運 因為可以很精神地回到香港 自此那一次呢 我就真的不夠膽再坐凌晨機了 不想再搏一次發生一件事件 不知道大家呢有沒有坐凌晨機 什麼時候好像我這麼慘痛的經歷呢 但是呢 以我所知呢 有很多人呢 其實都很喜歡坐凌晨機 甚至乎他很開心 可以很划算地坐凌晨機 一去到呢就去捉地去吃東西 那樣 如果呢大家有東西想和我分享呢 或者坐凌晨機有什麼經歷呢 歡迎呢在留言 多謝大家呢 收看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訂閱和給個Like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分享 更多親身經歷的事件啦 那下次再見啦 就這樣吧 拜拜